快来听,呼呼讲故事啦! 巴拉不成的早晨,太阳公公在天上看着地上的小朋友们, 鸟们高兴地在树上唱着歌,街道上到处是蹦蹦跳跳,高高兴兴的小朋友。 可是,只有菠菜拉着奶泡泡,站在一棵大树下,没有朝学校的方向走。 他们停在路上,正在商量一个伟大的决定。 菠菜认真地问奶泡泡,你敢不敢离开巴拉不成, 然后跟我一起去寻找不死光年。 奶泡泡眨巴眨巴大眼睛,好奇地问,不死光年? 不死光年是什么东西? 菠菜说,不死光年不是一个东西,而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。 奶泡泡抓抓胖乎乎的脑袋说,那,那这个地方,在哪儿呢? 菠菜叹了口气,哎,我,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在哪儿。 奶泡泡笑了出来,哈哈哈哈,你再跟逗我玩儿吧。 你连它在哪儿都不知道,你怎么带我去呀? 菠菜马上说,我不是说了吗? 不死光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,要是谁都知道怎么去,它就不神秘了。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它在哪里,但是我已经知道要怎么找到它了。 我需要你的帮助,你是我最好的朋友,你愿意跟我去吗? 奶泡泡看到菠菜的眼睛里闪烁着小火苗, 她从来没见过菠菜这么认真的样子,好像一下子变成一个小大人的样子了。 奶泡泡不笑了,她知道菠菜并没有在逗它玩儿。 奶泡泡问,那,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呢? 菠菜说,爷爷告诉我,如果我们能找到不死光年, 就可以在那里看到失去的亲人,还可以让时光回到以前,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? 奶泡泡好像听懂了,又好像没听懂, 她呆呆地点了点头,又连忙摇了摇头。 菠菜说,我想念我的爷爷,爷爷消失以后的每一天, 我都好想念好想念她,我知道,只有找到不死光年, 才能重新见到爷爷。 奶泡泡这下好像明白了,她眼睛一亮,激动地说, 那,那我是不是也能见到我的外婆呢? 菠菜马上回答她说,对,你外婆不是也消失了吗? 你难道不想念你的外婆,不想见到她吗? 奶泡泡激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,她拼命点头, 嗯,我最喜欢我的外婆了。 她消失以后,我好难过,每天都梦见她。 如果能重新见到外婆,叫我做什么都可以。 菠菜,去不死光年真的能见到我的外婆吗? 菠菜点点头,当然。 不过,寻找不死光年是需要勇气的。 你可以吗? 奶泡泡用力点点头,我当然可以。 好吧,就让我们一起,去寻找不死光年吧。 奶泡泡由于太激动,声音都高了八度。 菠菜被奶泡泡逗笑了,她拍拍奶泡泡的肩膀笑着说, 那我们走吧。 奶泡泡又吓了一跳,什么? 现在就走。 菠菜瞪大眼睛说,当然了,不然就来不及了。 奶泡泡没想到的说,那,那不去跟爸爸妈妈老师们说一下吗? 菠菜摇摇头说,没时间了,我们必须在八天, 啊不是,现在我们只有七天时间了, 必须在七天之内先到达冰淇淋山, 然后才有可能找到不死光年。 现在每分每秒都很珍贵,不能浪费了。 走吧。 奶泡泡回头看看自己家的魔法树屋, 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声再见,就扭头对菠菜点了点头。 就这样,他们一起手拉着手,肩并着肩, 一蹦一跳地朝冰淇淋山的方向走去。 好啦,小朋友们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 前方又有什么在等着菠菜和奶泡泡呢? 关注呼呼讲故事频道,我们下集再见啦。 我喜欢做梦,白天做的那种,我想养奶牛。 有一个盒子,很有意思,我好创意,无限惊奇。 打开盒子,奔和别人,好奇办法,想试一试。 随时就开始,每天坚持,累积知识,最有价值。 想想飞食,梦想编织,不可能是,不可能的是。 有一个盒子,很有意思,活动创意,无限惊奇。 打开盒子,很多点子,好奇办法,都想试一试。